好,我们感谢主 我们又回到我们的这个 每个星期六的这个贺一团队的陪训 我们求主继续的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 我们知道这个贺一的团队 我们一共有36克 感谢主,我们已经走到第28克了 我们一步一步,一步一脚印的 求主让我们在学习这个课程当中的时候 我们求上帝让我们做领袖的 能够有更清晰的从神那里来的启示 明白怎样把团队带得更合一 更合乎神的心意 所以今天这一课是要向这个领袖所讲的 我们在第28课 以无愧的良心来带领 以无愧的良心来带领 今天的经文是启示于西伯来书13章18节 如果你记得上一课所讲的是17节 现在我们来看18节 17课是讲怎么跟上帝交账吗 这次呢,我们来看 我们怎样用无愧的良心来带领 是在西伯来书第13章18节 请你们为我祷告 因为我们直接良心无愧 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 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 恩主我们 求你来带领我们 我们谢谢你 你是我们的大牧人 我们是跟随你的脚步 让我们效法基督的终极的时候 我们效法你的榜样 成为一个贺神心意的领导人 主啊,求你帮助 我们的团队在建立的过程当中 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 你对领袖的要求 你对整个的团队 如何被整合成一个完全合一的团队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 都恭敬仰望交托 奉主耶稣宝贵名祈求 Amen 好,我们这一课里面 36课里面都用这个acronium apply这个acronium 就是造成一支队伍式 功能失调的五大因素 我希望我重复了这36次 你一定会把它烙印在你的心板上 我们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 就是A那里 就是Avoidance of Responsibility 就是逃避责任 换句话我们做一个领袖 我们成为要一个负责任的领袖 因为这是会造成一个团队失调的原因 所以我们再谈这个 继续的来谈这个 关于这个逃避责任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以无愧的良心来带领 我想今天呢 当我想到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马上就想到 这个提摩泰前书一章五节 这些经文给我们带来 所以就感动我 用把这三方面的 怎样长存 一个无愧的良心 因为保罗在提摩泰前书那里 保罗说 但 话句话 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 提摩泰被劝 要反对那些的假教师 当时太多假先知了 所以保罗被劝的时候 他就告诉保罗说 但命令的总归是爱 这爱是用清洁的心 和无愧的良心 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 你发现在这里的 无为的信 然后还有这个无愧的良心 就是无愧的良心 然后无为的信心 这三方面带来是一个引爆点 其中也不算是改好 尽力行善 我话句话说 我们怎样 真正落地的时候 我们怎样来尽力行善 我们每次很想做好 可是做不好 究竟我们怎样来到 来落地呢 我们怎样的来尽力 这个能力来行善 使我们长存一个无愧的良心 在彼得前书也有告诉我们 官夫这一方面的真理 我们怎样用无愧的良心来带领 特别是在我们在职场传福音方面 我们怎么带领人信主 我们发现很多人今天 我们知道他进入这个永恒 进入那地义的永恒的火的时候 我们很紧张 我们想把这个 我们不要亏劝他 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 我们究竟是怎样做呢 在彼得前书 在第三章 我们每次用十五节 如果你看前面两节的经文 十三节跟十四节 他说你们若热心行善 有谁害你们呢 如果你动机真的是要做好 其实没有人真的要害你 他说你们既是为义受苦 他说既是你想自信行善 有人害你的话 你们是为义受苦的 也是有福的 所以不要怕人家的微笑 也不要惊慌 然后第四五节 就是我们常常用的经文 在职场上怎么传福音 怎么不亏欠人 他说只要心里尊主为大 就是尊主耶稣基督为圣 当我们的心中 把我们真正的敬畏的心 敬畏主的心 把基督尊他为圣的时候 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言由的时候 我们就要常做准备 以温柔和敬畏的心来回答众人 回答apologetics 这个字就是来的 就是怎么回答众人 我们怎么互报 我们怎样 当人 很想知道我们的信仰的时候 我们怎样来回应他们 我们必须要知道 人心的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几处 谁能试透呢 所以我们要千万记得一些话 感谢主 神已经赐下他宝贵的话语给我们 因为只有上帝的话语 才能够显入我们真正的内心 是怎样的 所以当我们说 我们要长存无愧的良心 所以我今天要从这三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们要知道 我们能够做到的 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 就像圣经里面讲 虽然我们战战兢兢做成的绝对功夫 可是 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说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应行的 若不是圣灵三重的恩高在你的心里 你是做不到的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换句话 这两方面的综合是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一课的主题呢 是把焦点放在 我们怎样常存一个无愧的良心 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身为一个领袖 如果我们能够保持一个无愧的良心 以及内心的存真 我们首先 第一要知道是 透过神的话语 建立在我们里面的信心 换句话说呢 你自己本身是没有从神来的信心的 信道是从听道来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 换句话 这个信心的产生是神的道 有人说 我很有信心 可是从来不读圣经里面 千万不听他的话 这个人在撒谎的 没有人不读圣经会有信心的 信心怎么来 是上帝的道所产生的 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说 人非有信 不能得上帝的喜悦 每一个人 因为每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 首先必信有神 并且信他 赏赐他 那寻求他的人 因为呢 义人是因信得神的 在秋月也好 新月也好 都是不断的重复 所以西班牙书十章三十八节说 义人是因信得神的 所以他说 若有人退后 上帝就说 我的心你就不喜欢他 所以他说 我们却不是退后的人 沉沦的那的人 乃是有信心 以至灵魂得救的人 所以我们要千万要记得 这两方面的同伴那两面 我们得救本福恩也因着信 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出于上帝所指的 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人有自夸 换句话 我们本来死在 主要过患当初 上帝叫我活过来 可是我活过来 我有责任的 所以第十节说 我们延世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教我们行善 所以你在基督里 你一定要行善 因为如果你证明 基督在里面你是真的 那你一定会行善 而不是用你自己的力量 而是在圣灵 在里面你所做的功 就是神所预备 要教我们行的 所以一个真实无为的信 一定是产生好行为的 叫我们长存无愧的良心 雅各就在这方面讲得很好 在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 到二十节那里 他说弟兄们 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 那有什么益处呢 这信心能救他吗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 赤身露体 切了日用的饮食 你们中年人对他说 平平安安的去吧 愿你穿得暖吃得饱 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要的 这有什么益处呢 这样的信心都没有行为 是是的 比如人说 你有信心 我有行为 我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 指给我看 我便借助我的行为 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你信神 只有一位 你信得不错 可是魔鬼也信 你不要忘记 魔鬼也信 可是他确实信的战情 所以雅各说 虚佛的人啊 你们愿意知道 没有行为的信心 是使的吗 所以加拉太书 同样讲这句话 他说原来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宗教的意思 隔离不隔离不重要 全无功效的 唯独人生发人爱信心的 effective saving faith always produce works 才有功效 你的圣灵所借的果子 才证明你的信心是真的 所以保罗在斐利的面前 为自己辩护的时候 他说 我是并且依靠着上帝 盼望死人 无论是善恶 都要复活 就是他们自己 也有这样的盼望 我因此自己劝勉 对神 对人 我们要常存 无愧的良心 在使徒形状 第二十四章 保罗 向斐利的面前 作家的辩护的时候 我们作为神的仆人 我们作为领袖 我们要常存一个 无愧的良心 是因为 我们在主里面 是以盼望的 良心是神 放在我们内心的神 成为我们道德的盼望 因为坠入了四个世界 堕落 临到整个受造界 所以人的良心也一样 也因此呢 是被铁 烙 而且变得很干硬 就是 换句话 shear 就是说 被热铁 弄到干硬了 我们住在这个时代里面 就像提摩太前书 四章所讲的 其实 圣灵明朔 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开真道 听从了那 引诱人的邪灵 和鬼魔的道路 这是 因为 说谎之人的假冒 这等于的良心 的良心 就好像被热铁 烙灌了一半 所以 保罗在一副所说 也说 他们是心地昏暗的 他们以上帝的生命隔绝了 就自己无知 心里就干硬 良心既善尽 就犯重事宜 贪行 种种的误会 因此 我们的心需要 上帝的话 来浇灌 来接近 我们今天 我们要怎么呈生呢 我上帝的话 少年人怎样 接近自己呢 因为遵行了上帝的道 所以当我们 没有神的道 我们的心 是不能被接近的 所以当我们 违背自己的良心 不行该行的善 这也就是我们的罪了 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说 人若知道自己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们的罪了 换句话说 当我们当做的 不去做 那就是我们的罪了 保罗在 罗马书第十四上 另外也讲说 任何事情 若不是出于信心的 都是罪 如果我们说 哎呀这个吃 可不可以吃 如果你疑心而吃的话 那就必有罪了 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 凡不是出于信心的 都是罪 那我们要怎样来 经历行善呢 如果我们要记得 在真言书三章二十七节 很宝贵的一节 今晚 他说你若手中呢 有行善的能力 不要推迟 你就当向那应得的人 施行 讲到应得的人 就是你是要有一个 你是需要 有这个dissermon 你是需要有这样的洞察力 你需要 你不是傻傻的 意思就是说 那些应当得的人 你应该施行 你应该 比如说 你那里做有现成的 不可以对灵舍所去 把明天都要再给你 换句话说 如果你要爱灵舍 你要做 这个人真的有需要 你就需要去帮助他 罗马书十三章七节说 那凡人所当得的 就给他 当得粮的 给他纳粮 当得税的 给他上税 当惧怕的 惧怕的 当恭敬的 恭敬他 所以 我们怎样的 尽力的来行善呢 我们要记得 加拉太书六章九节 告诉我们 说我们行善的是 不可以善之的 若不灰心 到的时候 一定有守成 所以有了机会 我们要向众人行善 向信徒一家的人 更是这样 所以求主 帮助我们 我们要让圣灵 在我们里不断的感动 引导我们 按照圣灵给的能力 持定所行的义 我们不放松 在这个世上的时候 也不受良心的责备 这个我们可以 从叶博来学习 我们如果读叶博记的时候 你发现叶博 现在很大的 患难当中的时候 他怎样 仍然持守这个纯正 当然叶博在过程当中 他犯了这个 自义的罪 可是最终 他还是 这被他那三个朋友 因为叶博 他把整个的人 都列进去那种的痛苦 患难当中 决心 在叶博记第27章 他向 他说 神多取我的理 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 我只做永生神的启示 换句话说呢 他的生命 如果还在他里面的话 他有呼吸的 还有一口气的时候 他说 我的嘴 竟不说非义之言 他只做讲正义的话 我的舌头也不说 诡诈的话 我断不以他们为事 我自始不以自己为不正 我持定我的义 也不放松 在世的日子 我的心不正备我 愿我的仇敌像恶人一样 愿纳起来攻击我的人 如不义的人一般 究竟岳伯 在讲这些事的时候 是 我们发现 当然我刚才讲了 岳伯只犯了就是 自己的罪 我们知道我们的唯一的是 披带嫉妒 可是岳伯 他有一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 其实就是 我们如何让良心 不控告我们 他竭力的 逃出西安 约翰一书 书信里面 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 一段很好的一节经文 在告诉我们 我们怎样按住圣灵 然后如何存一个 让良心再也不准备我们 老叶翰在年老的时候 告诉那些信徒说 小子们啊 我们相爱 不要只在 言语或是舌头上 换句话 不要虚假 不要是表面的 它是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换句话 你的行为正是这件事情 他说 从此就知道 我们是输真理的 换句话 我们不是讲一套做一套的 并且我们的心 在上帝的面前可以安稳 你的心要得到安慰 你的良心不责备你的话 你一定要里外一致 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 神比我们的心还大 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的 是亲爱的弟兄们 我的心若不责备我们 我们就可以向上帝 坦然无极了 所以上帝 我们披带基督的时候 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的时候 我们的良心 就会越来越敏感 所以当我们的良心 不责备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向神 坦然无极了 无愧的良心 不能使我们成义 不要忘记 你成绩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不是你的良心不责备 你就没有罪 其实这同样事情发生在哥林多教会里面 当时很多人指着保罗 他被论断 论断他是多么不好都不好 可是你知道保罗怎么回答他们的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那里 他回答说 我被你们论断 或是被别人论断 我都以为是最小的事情 因为连我自己都不乱断 自我自己 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 就像叶波一样 他不觉得自己有错 却也不能因此而得以诚意 换句话呢 审判的保罗的是上帝 不是他自己或是别人 所以保罗就说 所以时候未到 什么都不要论断 只等主来 他要照着暗中的引擎 将显明人新的意念 那个时候呢 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成长 所以他说 弟兄们 我为你们的缘故 拿这些事呢 转比自己跟亚伯罗 叫你们效法 我们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得 我们效法保罗 因为他效法基督 可是我们不能效法保罗 过于圣经所记得 免得 只有今天 你们效法你们领袖 我们一定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得 免得我们这些领袖会自高自大 中这个轻那个 这就不好了 所以呢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二节就说 我们所夸的是我们自己的良心 见证 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尘世 视为人 不靠人的聪明 乃是靠着神的恩惠 所以保罗像他们 哥林多教会更是这样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对不起我的PPT在这里 有了一些错误 其实在里我要写的就是 主必帮助那向他心传诚实的人 要活出无愧的良心 换句话说 主一定会帮助那心向他存诚实的人 历代之下十六章九节 我常常用的这节节 他说耶和他的眼目偏差全地 他要显大能帮助那心向他存诚实的人 今天如果我们要行善 如果我们靠自己会很失败的 因为我们立志行善有得我 可是行出来且有不得我们 可是我们要相信 我们的心如果向上帝是存诚实的 他一定会帮助我们 因为耶和他的眼目偏差全地 他一定会显大能帮助那心向他存诚实的人 诗篇三十三篇书节说 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的心的 上帝知道我们的心的 他也留意于我们一切作为的 一切受造之物在上帝的面前 都是赤路敞开的 西伯来书四章十三节 换句话说 我们骗不了上帝 我们可以骗人 可是骗不了上帝 人看外表 可是上帝确实看我们的内心的 当我们行在关中的时候 我们的良心就被耶稣基督的宝血解禁 这个就是我们成圣的过程 当我们走在关中 我们就是跟随神的光 就是神话语的真理 当我们和神相交 我们也跟基督的肢体里面彼此相交的时候 我们的良心就被基督的宝血 所接近了 这个也就是 一汉一书告诉我们的六节到七节说 我们若说我们与神相交 如果还在黑暗里行的话 那就是说谎的 不行真理的 可是如果我们行在关中 就如神在关中 我们跟弟兄姐妹彼此的交接 相交的时候 耶稣基督的宝血 他儿子上帝的儿子的宝血 一定会洗尽我们一切的罪的 所以 我们的成圣不是躲在山洞里面祷告 我们的成圣 是借助上帝的道 借助我们彼此交接 彼此用神的话 来彼此的劝勉 我们用谁借助道 把教会 我们就是教会 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 要把它洗尽 成为圣洁 为什么要 我们的新郎基督 为什么要这么洗尽呢 好叫我们献 给他做他的新娘 做一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 没有瑕疵的 所以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团队的建立里面 我们要 长长的 记在一起 因为彼此交接 我们就能够 不断的操练 敬虔 最后 我们怎样有个 清洁的心呢 我们立志成为一个 清心祷告的人 主一定赐下一个清洁的心 和正直的灵 马太福音五章八节说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看见上帝 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追求一众人和睦 不要每天找人家讨价 我们要成为死人和睦的人 我们要追求圣洁 因为没有圣洁 没有人能够建筑的面 所以今天有很多时候 我们在领导力里面 缺乏了权柄 是因为没有圣洁 诗篇二十四篇说 有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 有谁能够站在他的身所呢 就是那些守洁 心情 不像虚妄 歧视 不怀鬼斩的人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求他 不要怨面不抗我们 求他来涂抹我们一切的罪念 就像 这个大卫 他犯了滔天大罪的后 他做了这个诗篇 五十一篇 在第十节 他这样祷告说 神啊 求你为我 造一颗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有一个正直的灵 除非我们是一个圣洁的器皿 上帝很难用我们来领导一个合一的团队 我们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 所以我们要记得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这一段话 保罗跟提摩太讲了这一句话 在二十节到二十二节那里说 他说在大户人家 不但有金器银器 还有木器瓦器 有这些做贵重的 有一些是做卑贱的 他说人若自觉 脱离卑贱的事 就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的使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我们真的要逃避少年的事 跟那些清新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 信德 仁爱和和平 我们聚集每天早上都有祷告会 下午也有祷告会 我们可以借助这祷告会 跟圣徒一起的交接 我们以清新祷告的人 追求公义性的仁爱和平 我们脱离这种 这个被谬的时代 帮助我们进入神的正面的引爆点 感谢上帝 我们期待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我们谢谢你 那么爱我们 我们得以在神里面 得以在基督里 乃是本父上帝你自己丰盛的恩典 因为你是基督的智慧成为我们的智慧 祂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圣洁 祂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公义 使得基督是我们完全的救赎 主要让我们披戴基督 耶和华几个奴 祂就是我们的义 感谢你 让我们走在这条义人的道路上 是越照越明 直到正午的 带领我们进入你的丰盛里面 感恩赞美 奉主耶稣宝贵名祈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